有第一个问题 您对自己当年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落榜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太正常了 因为那个时候恢复高考的 不像今天 那个时候是积累了十年的人去高考 有才华的人 有运气的人 全都赶在那一波 对 当然人家考上的 我现在想想确实比我在艺术上有造诣 但是我有我的特点 有几个细节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第一个 画 我的画画得非常好 第二个 我是个富豪 第三个 华一兄弟有今天不用说别人 就是我的功劳 我说的是我最重要 对 您最重要 艺术家得有自信 要不画不了画 我们这个节目 给青年人传递了一个主要的价值观 就是谦逊 但我觉得这个也算清楚 这是开玩笑的